大家好,我是老楼 主根杀掉,毛细根尽量多保留 然后用沙土 透气的沙土去养的话 都能够养得好 主要是朋友从家里拿来的东西 但是跟山庄是一样的 肉的盆以后先不要浇水 沙土给它掩埋上了 这样子等到明天这个伤口 干一下,愈合一下 再给它浇透水 通常来说是用山庄要养得好 为入盆做准备的话 把根盘这东西修理一下 种到室外的环境长得更好 但培养的土是一样的 一般都用沙土 全沙子就行 粗刷细刷结合 带上原来的一些素土更好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